21号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市进行会晤 不仅是在区域 尤其是在区域 这些专业变得更加重要 状态的状态的状态 我们必须选择 正在这状态的状态 22号贺锦丽还将前往靠近南海的巴拉旺岛 这将是有史以来 美国访问巴拉旺岛的最高阶官员 在河井内访问菲律宾之前 菲律宾海军在南沙群岛的中叶岛附近 达到了一块不明漂浮物 但遭到中共海警船5203号在海上拦截抢夺 除此之外外面也报道 这次访问的目的之一 是要恢复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 以应对中共对台湾愿意强硬的政策 今年9月 菲律宾驻美大使罗穆德斯曾表示 如果影响到菲律宾的自身安全 菲律宾愿意在台海冲突的情况下 允许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罗穆德斯表示 每被两国军方都在研究可能的区域 可能是额外提供美军一座海军基地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粮子 张慈林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